市民民眾拉布條闖入紐約洛克菲勒中心 抗議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 警方到場逮捕示威者 而在華府以色列大使館 抗議活動發生悲劇 美國空軍25歲上等兵竟然在使館前大喊不想參與種族滅絕後自焚 緊急送醫仍然傷重不治 在美國挺巴勒斯坦反對無條件支持 以色列的聲浪越來越大 連民主黨自己人也對拜登有意見 這星期即將登場的必須根州民主黨初選 只有四家眾議員喊話不支持拜登 抗議聲四起拜登卻在紐約吃冰淇淋 手拿甜筒面對記者問話 拜登透露大消息 以色列和哈馬斯戰時停火人質交換計劃 可能在下星期就會展開第一階段 但以色列國內也不平靜 警方水柱驅離 大批正統派猶太人上街示威 因為原本免兵役的他們有可能將被納入征兵名單 以色列全國團結出現裂縫 政府也承認這場戰爭影響經濟 因此以軍希望盡快消滅哈馬斯 還公開刑發現 這條總長十公里地道 一路經過醫院和大學校園 已經拼命找地道 但地面上的加薩人生活根本過不下去 由於作戰行動加上加薩民間秩序崩壞 二月援助物資運送量只有一月的一半 戈壁國家約旦只好發動開戰以來最大規模空投物資行動 拉法上空 梁石綁著降落傘下墜 不過加薩中部迪爾巴拉疑似因為空投位置出錯 物資掉到地中海海面民眾划船去撿 一拿到物資揮舞棍 因為太多飢餓民眾一勇而上 加薩人道危機惡化程度難以想像 TVBS新聞縱化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探索